不过这下他竟然在路中间停了下来 瞧他衣服怎样 想来咱们已经来到了第二关卡咯 为了躲避追踪 佩佩竟然在三叉路上 撒满了呛鼻的胡椒粉 但显然他认为这样对狗而言是不够的 因为 天哪 他竟然又拿出了第二罐胡椒出来撒 恐怖恐怖啊 真不知道如此恶整之后 狗狗待会儿还能正确判断 佩佩最后选择的方向吗 在小兵这边 接下来Otis即将面临 呛鼻胡椒粉的严重考验咯 下面啊 Otis竟然就这样走过去了 有够夸张的啦 看来网路说狗狗对于胡椒粉 相当感冒的说法 真是一点都不可靠咯